大家好 How are you today? 这段是要跟大家说明这个 看你是用微软注音输入法 还是汉语拼音输入法 教你该如何设定 才能将输出的字 转换成简体中文 就是你敲的那个字 有没有不是繁体中文 是简体中文 要怎么切换这样子 那这个使用的时机 就是说这个问题有没有 我以前有Key过一篇 那可以参考一下 只是那个是到那个语言 去修改那个 里面去做修改 这里面就是旧的这一篇 去做修改 那其实 就是说不需要了 那这一篇算是更新 就是说在这个IME 那什么是IME工具列 就是我前面有讲过 它就是那个输入法工具 只是这个IME它是对应 比如说这个浏览器 它是你要用的是中文 文字编辑器 文字编辑器你用的是 就是那个中文 这个英文 那这个中文 它会自动的把你切换 那个是IME 这个输入法 这个工具的那个用途 它会针对你是什么应用程式 去对应那个输入法 是这样子 然后只需要到用这个IME 这个工具列 就可以去做修改 这样子 玩大陆那边的游戏 或者是网页游戏 汉人打字对话的时候 要用简体中文输出 好因为 这个问题是我等一下会说明 就是因为那个 万国码的问题 它那个程式不是用万国码 那你使用那个繁体中文 就会出现崩溃 所以说你只要把输入法 你敲的那个输入法 改成简体中文输出就OK了 好这样子 那这个原因在这 我有写啊 就是四幅端它是使用那个GBK 非万国码 当我们使用 繁体中文输出的时候 它那边接收 接收那个资料 就会变成乱码 然后产生那个程式错乱 然后造成那个游戏崩溃 是这样子 那不论你是使用那个 微软注音输入法 或者是汉语拼音输入法 原则上只要将输出的字体 改成简体中文 就可以处理掉 造成那个 就是说你玩中国大陆那边的游戏 的时候如果出现崩溃的情形 那你只要把它改成 就是说你的输入法 输出改成简体中文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说 那个执行简体游戏的时候 出现乱码 那么记得要用local emulator 将 简体中文的那个游戏 模拟成那个简体中文的语言区 就是转换为 那个简体中文 这样子才可以执行 参考一下这里面的相关教学 这里面都有local emulator的相关教学 大概是这两个 一个是你要将简体中文的游戏有没有 你执行的时候 它如果是乱码 那就是它不是用万国码 它的那个程式不是用万国码 那没有办法 你只能使用local emulator 把它模拟成简体中文的语言区 这样就可以执行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输出的那个字体 你敲的那个 就是说比如说线上游戏要对话 跟人对话 那你要把它 那个改成简体中文 这样子 要不然那个执行的时候 程式会 那个游戏会崩溃 你没有这样做这两个动作 那这个游戏就会 它那个简体中文的游戏就会崩溃 这样就会出问题 好 操作步骤 就是这个 在这个IME 输入法工具列上面 滑鼠右键 设定 然后接下来点到这个一般 那在这个地方 选取 输入字元类型 这个地方把它切成简体中文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这样就OK了 好 好 那测试一下 好 中文 有没有 有没有 它就是简体中文的 那这边是繁体的 那个翻译嘛 好 那我这个地方再把它换回来 然后再切回去 从这个地方切啊 好 现在蛮简单的 好 这个中间这个就变简体了 这样子 好 我这边再说明一次 好 就是给大家有个印象 好 这个是输入法的这个IME工具 工具列这样子 在这上面设定 一般 然后这个把它切成 简体中文 好 这样就OK了 这样你那个输出的字 就会变成是 就是你敲的时候啊 就会变成是那个简体中文的方式 好 那这个 这一篇的 视频教学 的网址 因为你要那个看一下图文怎么说明的话 YouTube的视频下方的注解 点一下这个连结 就到这个图文教学页面 大家也可以订阅一下这个教学频道 那你要小贊助的话 这边有一个 那个donate赞助连结 点一下就可以到那个 一个 赞助的网站 进行那个赞助 这样子 donate一下这样子 赞助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教学王 那个视频这样子 好 理解原因 这个是 这个假设你听不懂也没关系啊 就是说 听听也可以啊 就是说我们那个 我们每一个系统 都是有一个语言包的对照表 才能显示中文啊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中文字 那个是有一个语言包的对照表 去对应不到 匹配不到 然后出现乱 因为以前的电脑是比较差的 所以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对照表 那个叫做ansi 参考一下这个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里面的说明 ansi 跳脱序列 这个 只是说在这个ansi 出来之后 大概十幾年之后 就是那个 才有解决方案 就是unicode 旺国码 那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听到的是 utf8 或者是utf816 等等的那个 那这个是有大位在前 跟小位在前的区分 那这个utf8 是那个utf16的 那个精简版 这是比较常用到的 那现在的那个网 那个网页 大部分都是使用utf8 旺国码 这样才不会有那个 那个 乱码的问题 这样子 好 那现在为什么我们执行这个 比如说 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游戏 有没有 或是中国大陆的游戏 会有乱码的问题 是因为 开发的那个 程式 的那个套装软体 开发程式的套装软体 或是开发游戏的套装软体 它有两种规格 并没有全部使用utf8万国码 它就是有的是用 ansi的 语言包 来开发 那你只要遇到那种用 ansi开发的线上游戏 跨国 你在跨国游玩时 那就会出现乱码 就会造成不明错误 然后游戏就会崩溃 就会跳出这样子 那有的游戏或是程式 它是使用utf8万国码开发的 你执行的时候 它只会简体中文 但是不会乱码 那程式也不会跳出 那一种的就是用utf8万国码 那你执行那个游戏 或者是程式 出现乱码 那种就是使用ansi 这个的那个对照表 语言包对照表开发的 那你执行时就会乱码 然后会造成不明错误 然后甚至崩溃跳出 就是说现在有那个两种规格啊 这样子这个没有办法 那遇到的时候就是 你假设是遇到那个ansi的那一种开发的 它使用的是这种语言包的 那个ansi的对照表 那先用那个local emulate抹一下 那为什么会没有办法 使用这个local emulate 做转区做转换 那这里面有说明啊 就是多执行档的时候 那那个没有办法 参考一下这里面的说明 好 那这段的视频教学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 那个 视频教学 对呀 嗯 感謝大家收捕这段 במ� 教學這樣 多謝